声音为例是无常 因为是有违法的缘故 那假设被立出论事的这个人 他对于声音是无常 拥有颠倒剑 也就是说他认为声音不是无常 他没有疑惑 它是颠倒剑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还可以说对他来说宗法成立吗 不会 因为他根本没有对这个的倾向了 他有颠倒指来讲 你说声音为例是无常 因为是有违法缘故 他持有声音是长的这个执着的这个时候呢 他为什么没有帮助 因为你用有违法对他升起声音 就是无常的这个量来讲 一点帮助都没有 一点的帮助都没有 所以这变成什么 大家有可能忘记了 这个就要用 在这个时候要说什么 还没有用真音之前 这样一种人就要先用硬程了 他会说什么 他说声音为例 他应当是无为啰 因为他是长的缘故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什么呢 你会说 那你为什么说是无为呢 我不认为他是无为 如果他总之他在讲 如果这边还没有办法 就是一直要推下去 就是从他可以接受的 可以从他接受的 从他限量来讲 因为我们听说有为无为的话 可能都大家还不知道 可是你说什么 如果你所谓的有为 无为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缘所生了吗 那你说声音是因缘所生 还是不是因缘所生呢 就等于是说这样子 如果你承许 如果你还是认为说 因缘是无为的话呢 那你就要认为说 声音是不是因缘所生 那如果声音不是因缘所生的话呢 你就跟限量相为了嘛 你与限量相为了 这声音明明是 他不是他自然生出来 他是用不同的因素 才使他生起来的 那使他因素 使他生起来的话呢 如果别的像无常 是用因素而生 他就是有为的话呢 那声音为什么不是这样子 同样如果这样子来讲 所以我说声音为例 他应当是无为 因为他是 长的缘故的时候呢 这是开始什么 让他开始有一点松动啊 开始觉得说 我刚刚一直认为说 声音是长的话 或者我就说什么 或者我要承许 声音是无为了 可是我明明 我不是承认声音是无为啊 我承认声音是有为啊 可是我又承许 声音是长的话呢 那这个关键当中 会让我自相矛盾的是什么呢 或者是我承许声音是有为的这个东西是矛盾的 或者我承许声音是长的这个是矛盾的 还在这个时候你说 声音为例 它是无常 因为它是有为法的缘故的话 这个时候才会变成什么 这才就变成正音了 所以你说所有的人一定要先经由映城 再正音 所以我们说不一定所有人都是 先经由映城 再经由正音 映城的主要 大家有可能那时候我们在色列学还没听到 因为我以前我在色列学的那时候 我也听不太懂 映城是什么 映城的目的是使那种 但印象固执的那种 就只认为这种的颠倒子 让它可以松动 这个松动 你说它马上会了解 还不一定 或者反而说 我们说不可能的 它是单一的执着 松动的时候什么呢 之后会生起疑惑 我还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 它开始有一个疑惑生起 它为了要把这个疑惑去消除 它才用正音 所以我们一般讲 映城的目的是什么 是把单一的这种执着松动 或者消除 而正音的作用 或目的是什么 是使疑惑 两边的这样子的疑惑 不确定这个疑惑 把它敲除 还生起一种量生起 这样子的